乔治亚州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 对于经济有非常独特的看法 贫穷在每个社会里都是问题 解决方法有很多 包括什么给穷人钱啊 给穷人食物啊 透过税收来帮助 透过慈善机构来帮助 那这位州长候选人 对于解决穷人的方法就是 把他们的小孩杀死就好了 小孩花费太贵了 所以小孩就是这个世界上经济的负担 我们只要杀死 足够多的小孩就可以解决 这个世界上贫穷的问题了 这些问题是否判断的问题 我们不断地在说堕胎就是在献祭儿童 就是活人献祭 但是就是撒旦教的仪式 这位州长说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完全证明 我们说的是对的 民主党不断地推崇堕胎 无条件的堕胎 就是为了要杀小孩来取悦撒旦 他们以为这个样子 他们生活可以过得更好 活人献祭是每个文明都有的 每个文化都有什么一条河啊 不断地泛滥 里面有一条龙 河神 鲤鱼金之类的 只要丢个男童女童 童男童女 处女 小孩 人头之类的 这条河就不会泛滥 封条雨孙 还会下雨 那这位州长说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式 很简单的对症下药 OK 养小孩怎么花钱 所以就把小孩杀掉 养小孩花费就不见啦 每个人 每个家庭的负担就没这么重啦 这个就是每个文化历史都有的优生学 之后因为圣经价值观传遍全地的关系 优生学这个样子邪恶的思想就被曝光 甚至被禁止 直到最近这50年 优生学回来了 而且非常的直接 直接告诉我们说他们有多邪恶 1969年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 Planned Parenthood这个组织有多么的种族歧视 多么的邪恶 说黑人的小孩就是应该要被堕胎 黑人就是应该被杀死 这是他们的创办人Margaret Sanger自己说的 当时的副理事长 Frederick Jeffy 出了一个人口控制方案 建议政府要如何有效的控制人口成长 这个计划现在被称为Jeffy's Memo 给了我们政府一系列的方法分成四类进行 四大类分成社会限制 经济制裁 社会控制 以及避免不想要的怀孕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优生学的建议 优生学建议重组家庭核心 延迟以及避免婚姻 重组理想家庭人数印象 强制学校教育 以及鼓励同性恋人数增长 甚至在水中下药 以及提倡女人出去找工作 那在经济制裁项目里 他给了很多很恶心的建议 其中有一个降低人口的方法就是 促成慢性的忧郁症 然后避免怀孕 以及避免小孩出生 他建议大量的散播避孕药 还有避孕的方法 当然也包括政府买单帮忙堕胎 里面有的建议其中一项就是 单亲妈妈的孕妇就直接堕胎 好像还没有真正的被执行 但是好像已经变成了 我们社会好像很正常的运作方式之一了 事实上就是这个Jeffie's Memo上面的建议 很多都已经在执行了 各位应该都知道 这并不是一个神经病写出来 一个很变态的社会控制模式 这些优生学的人 在好多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 他们会怎么做了 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且现在他们都还是在这个样做 不只这个样子 他们还可以把节渣这个建议 放在我们的法律里 透过预备儿童变性的议程 他们可以施打不同性别的荷尔蒙 让那些小孩子未来都无法繁殖 也就是说 各位现在看到左派的目标跟方针 还有立法方向 几乎完全是跟这个Jeffie's Memo 优生学的方向走的 也就是说 现在就是左派透过这将近60年的努力 制造出来的乌托邦 然后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里面 甚至我们可以说 他们的乌托邦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活的是乌托邦的后期阶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